大火汤祸中的青莲花 陶侃是陶渊明的曾祖 在进城地时 因平定苏郡之乱有功 败为征锡大将军 监管荆州和襄阳的军事 陶侃的母亲战士 信佛贤能 当初家里十分贫穷 战士靠自己纺织 勉强维持生活 当初陶侃做巡洋县令的时候 曾叫人把官府里的咸鱼 送到家里奉养老母亲 老母亲见状后十分生气 写信责备她说 你把官府的公有物品 拿来奉养我 不但与我无异 反而会增加我内心的不安 以后不得如此 一天 颇羊的笑脸 范魁前来造访 当时大雪纷飞 人困马鸡 陶侃的母亲 便将所握的草席割破 用来喂范魁的马 又把自己的头发剪下来便卖掉 用所得的钱置办酒席 范魁得知此事后 忍不住探服说 非此母 不能生此子 陶侃在做广州刺史时 海边的打鱼人曾向他报告说 他们发现海面上不断有金光闪耀 定会有祥瑞出现 于是陶侃急忙派人前往海边查看 只见一尊金色佛像 从水里升腾而出 众人赶紧把他打捞起 一详细查看 这尊佛像上面住有自己 原来这是五六百年前 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裕王 所打造的文殊施力菩萨像 阿裕王在没有皈依佛门之前 性情十分残酷 他曾想要学鬼王制度 造成人间地狱 这时文殊施力菩萨现身在汤祸里 虽然腹底烈焰熊熊 可是货中的水却依旧清凉 并且从货中还生出一朵硕大的青莲花 阿裕王看见后大为感动 立刻将人间地狱拆毁 改造成八万四千个佛塔 同时又铸造出八万四千尊圣像 陶侃从海里捞起来的 就是其中那一尊 话说陶侃 原本是个儒家子弟 虽然恐无有力 官拜大将军 但是彼时却为信仰佛教 如今看见佛像金光四射 又从水底灵波而起 十分惊叹佛家的无边殊胜 从此改变了对佛教的看法 并对佛法开始分外尊重起来 陶侃起初派人 将佛像安放在武昌的韩西寺 后来又想运往金州 但是在搬运的过程中 数十个大力士都搬不动它 后来用足了人力 并用车来拖才勉强拖到船上 可是刚放到船上 整艘船连带佛像 却突然沉入到水里 工人赶紧把这件事情 报告给陶侃知道 陶侃值得改变初衷 叫人把佛像再送返回韩西寺 工人正在打捞之时 佛像却又立刻扶了起来 只用了三两个人 就轻易地将他搬到了船上 后来 会员法师成立联社 想把圣像引入庐山 结果也很顺利地运到了山上 到了隋朝末年 流寇肆虐横行 庐山的僧人不堪忍受 都逃离了寺院 只剩下一位老和尚 由于年老体衰 落在了后头 某天 他颤颤巍巍地 来到佛像前告假拜别 怎晓得佛像竟开口说话 你都这样老了 就姑且住下来吧 何必离我而去呢 老和尚听到佛像说话 认为菩萨感应视线 一定会保佑自己的 于是就依言住了下来 不久之后 流寇头子董道冲 率众骚扰江州 他手下的贼徒 来到庐山想搜刮些钱财 走进庙里便捉住老和尚 向他勒索金钱 老和尚说 我穷困潦倒 哪里有钱给你呀 贼徒不信 威胁要用火烧死他 老和尚从容地说 你们杀我不要紧 只是我的尸首 在寺中无人收敛 日久恐会污染 这圣洁之地 还是到寺外再杀吧 贼徒看到老和尚毫不畏惧 自己又没有捞到什么油水 于是恼羞成怒 将老和尚拖出寺外 正要动手杀他的时候 老和尚又说 我今年已经七十 虔诚信佛 私人平生没有辜负过圣教 待我念念佛 再动手好吗 老和尚念完之后 闭上眼睛 将脖子一伸 等待受刑 贼徒见他伸出脖子来 就一刀砍了下去 谁承想用力过猛 非但没有砍中老和尚 反将刀尖刺入自己的心窝 其他的流寇 见状大吃一惊 缓过神后 便四处逃散 当时天气原本晴朗 顷刻之间 便风云电色 电闪雷鸣 瞬间就劈死了六个流寇 从此以后 流寇再不敢再上庐山来骚扰了 而江州的百姓 听闻此事 也大多携带金银细软 来庐山躲避灾难 很多人的性命都因此给保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首次是